下半年會有新的單曲 可以透露一下是什麼樣的中題 哦 因為前面的單曲 比較是可愛 或是帥氣候 然後這次的話 可以說是比較成熟 新港風 然後也挑戰了 蠻多的 是中文歌還是日文呢 是中文歌 然後也有自己寫的日文歌詞 對 然後還有英文 因為日本人的英文很奇怪 也不是奇怪 就是台灣人覺得日本人的英文很好學 所以日營的時候蠻 蠻挑戰的 就是錄了很久 但是現在唱中文歌會是順的了嗎 大部分是可以 因為如果是跟台灣朋友們玩的時候 要去KTV什麼的話 只能唱中文歌 所以我有學習一些中文歌 這樣 我第一個學的是 蔡依林的秀愛妮這樣 但是到現在都那個 Lap的部分不太會 所以一定要Lap的時候 給大家唱 如果這樣錄影的話會不會受到影響 如果要宣傳看 木耀會不會變嗎 其實是因為現在 木耀的話也是陸續一直拍片 但是就是可能 比較大的企劃的話 還沒有 因為去國的時候 拍了很多大企劃 所以我們的已經影片夠了 所以最近的話比較 裝型做自己的當局或是什麼的 對 身上 對 今天還有錄影嗎 有有有有 日出日 我之前有傳說 KID好像可能會離開 真的嗎 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最近也是 就是我們主持人一起吃飯的時候 也是KID跟我們一直 一直講熱愛 不要一起工作的事情 對 所以 最近有一起吃飯 蛤 最近有一起吃飯 對 有有有有 我們平常有在聯絡 對 那邰哥有有 就是反一些加油的話嗎 因為 走到很多人 可能 就是邰哥就是比較愛那種 默默的關心牌 對 但是就是 邰哥有一直說 啊 只要是我們一起團結努力的話 一定有 有 可以 再次挑戰巔峰 這樣 對 對 我們一起團結努力加油這樣 因為他跟百祥合作很久了 對 那這樣百祥離開的時候 他有餵留他嗎 我不知道耶 因為我跟 他跟 他們的關係 我們是比較不太遲到 但是就是 大家都很 很想念他 對 但是因為 他 就是 就是我們後期 他的身體也是 就是可能一片中也很常提到 他說啊 我好累喔 什麼的 所以我們 我們希望他先好好休息 然後再有什麼企劃的話 希望可以合作 這樣